另一方面交通部长陆兆福也回应了具有争议性的承认同讨课题 他表示团结政府现阶段还没有讨论这个课题 但会按部就班一步步执行 是的那么陆兆福就强调团结政府会优先的处理 大家已经达成共识的事情 例如独中拨款 现在我们目前在团结政府要focus的事情 就是大家可以认同的事情先做 所以如果有比较有争议性的一些课题 就是大家要互相的了解互相的讨论才能够落实 陆兆福今天出席独中特别拨款移交已逝后 被媒体追问时表示 在团结政府里面有不同的政党和阵营 大家自然有不同的意见 因此各方需要先建议信任和了解 未来才能更好地解决其他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